再来看到台南四所学校的瓷青社 联合举办了浸滩活动 一百多位瓷青同学 在台南的黄金海岸沙滩上 捡食 保力笼 塑胶带 以及玻璃塘门等等 大太阳下迎着海风 瓷青戴手套拿钳子和麻布袋 散开到沙滩的每个角落捡垃圾 连石缝里的垃圾也要弯下腰 捡得仔细 容易伤人的碎玻璃更不能放过 有大型的垃圾 瓷青两两合作一起将它搬移 不一会大家满身大汗 搬走一袋一袋的垃圾 还给大地一个干净的沙滩 想让社员们了解我们人为的因素 对海洋环境造成的什么样的影响 也希望大家从身体上的劳动 来清除掉心理的垃圾 然后可以做好心理环保 浸摊完后将回收物带到环保站做分类 瓷青之工分享回收物再利用的处理过程 让瓷青了解回收的重要 提会了捡垃圾的辛苦和资源回收的重要 下一次别再乱丢垃圾了 因为环境整洁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戴素亭刘金胡台南报道